等于是从学历高的到学历低的 收入高的收入低的 都有这样的人在进行偷拍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待加强 但是怎么说呢 既然已经有法规了 我相信也会慢慢完善的 所以它还是往一个好的趋势在发展 那如果我设想一下 台湾发生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 台湾人一定会言家直指 Hello大家好 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哥哥 来自上海 今天的开头呢 我想先说一部爱情动作片 是有关一个年轻人 因为爱情的关系 爱上打篮球这样一个运动 对 没错 就是灌篮高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在台湾的2月份 还是1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映了 然后呢 在中国大陆是刚刚才上映 刚刚一上映呢 我就看到在我的朋友圈 有一些在影院里偷拍的照片流露出来 我就发了一则朋友圈说 我要来统计一下 最近有多少人会在看灌篮高手的时候 因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所以会在影院里偷拍照片 然后就有个朋友留言给我说 他已经看到他的朋友圈 大概有十几个人 拍摄过影院的偷拍照片了 我一想 我看到我的朋友圈大概只有两三个 我的朋友水准好像还可以吗 没有到数量那么多 结果没想到 因为他的手印是在工作日 平时的工作日 然后到了周末 我的朋友圈大概有十几个人 分享出来他们在影院偷拍的画面 可见我的朋友并不是水准比较高 而是我的朋友里面打工狗的数量比较多 平时没有空去看电影 到了周末 集体才有时间去看电影 这边想插一句 我在之前有一部讲捷运的影片里 有说过摄出这个词 然后有不少人跟我提出意见 说不喜欢摄出这个词 他们觉得中国人嘴巴里说出来没有好词 但是事实上这个词是来源于日本 而且就是作为年轻人的一种自嘲也好 就是嘲讽也好 其实并没有恶意 所以我这里在对一点上我不想让步 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古版的人 比较刻版的人 那我建议请在有年轻思想 有与时俱进思想的人的指导下 观看我的影片 包括像摄出这种词 还有打工狗啊 单身狗啊 然后不说动物的说人好了 像猫奴啊犬奴啊奴隶啊这种属性的词 你觉得都是不好的 那我真的建议你在 有与时俱进的思想的人的指导下 观看我的影片 这些词真的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 一个发展的趋势 就是有一种自嘲的幽默在里面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然后说那个电影院的倒拍现象 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些倒拍的照片 我也有一些比较不以为然 因为在我这个年龄的印象里 好像宁愿没有明确的指出 不可以倒拍这一条规定 然后我也跟我老婆进行了辩论 我说我们好像从小没有说这样一个规定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影院里会有一些其他影响更大的现象 就比如说伤害值的话 有一些像冲锋枪那么猛烈的伤害值 比如说在影院里大声的讲电话 然后屏幕一直闪啊闪啊各种回信息 然后有踢你椅子背的 然后有吃东西非常大声的 甚至有小朋友在那里闹的 或者成年人说话的这种现象 还是蛮普遍的 甚至我有一次去看有一部烂片叫做小时代 当时基本上是会陪女朋友去看的 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男生陪着他女朋友去看 这个男生全程呢就掏出自己的手机 而且屏幕没有调到很暗 在那边看电子小说 全程都是这样看下来 但还好那本来就是一部烂片 所以我也没有很在意观影体验 对说了刚刚这么多现象呢 那些现象比较像冲锋枪的伤害威力很巨大 相比于掏出手机对着屏幕拍一张照片呢 这种小刀子的伤害真的是微乎起微 所以我之前也没有很在乎影院倒拍这种现象 但是话说回来伤害就是伤害 并且我也去查了相关的资料 中国大陆是从2017年开始正式有条文规定说 在影院禁止录像啊录音这些现象 但是他的条文其实界限是蛮模糊的 就是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拍照这一条 而且他的处罚也不是很严重 只是说可以去制止这样的现象 并没有明确的罚金啊 或者需要坐牢啊这样一系列的条例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些其他地方的法规 我查到美国是从05年开始就有这样的条例 在影院偷拍的话会被处以25万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700多万台币的罚款 然后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日本呢是07年开始的 是1000万的日币 也就是差不多200多万台币 然后除以10年以下的徒刑 那台湾呢我查到是从09年开始 然后除以75万台币的罚款 并且有三年以下的判刑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其实还是刚刚起步 从17年开始 并且现在还没有罚款 只是说制止 所以大概我这样的年龄的一些人 就是观念里没有说偷拍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正因为这个条例很模糊呢 所以我的朋友圈里各种各样的人 都有进行这样偷拍的现象 包括有一些小众流量的明星 然后有一些公司的比较高的管理人员 然后等于是从学历高的到学历低的 收入高的收入低的 都有这样的人在进行偷拍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待加强 但是怎么说呢 既然已经有法规了 我相信也会慢慢完善的 所以它还是往一个好的趋势在发展 那如果我设想一下 台湾发生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 台湾人一定会严加支持 台湾人真的很爱多管闲事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就是从我上一次坐高铁 然后上面有人大声地放自己的影片 这个现象 就有很多人留言给我说 他们一定会当面支持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蛮难做到的 因为怎么说呢 毕竟我是三十几年在中国上海 生长的经验 说起来有点可悲 就是在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件非常有名的案件 就是南京彭宇案 好像是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南京的公交车上 有一个年轻人下车之后 看到有一位老太太倒在地上 其实他之前完全没有跟老太太接触 然后他只是热心上去把老太太扶起来 而且老太太当场也是非常感谢他 说并不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然后他就送了老太太去医院什么什么的 没想到之后老太太就开始改口了 说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把他撞倒 是彭宇把他撞倒的关系 所以他才会受伤 并且要求他赔偿医疗费这些东西 更可悲的是最终法律判决下来 彭宇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赔偿的 里面有一点很可悲的就是老太太的儿子 是在一个公安局工作的 也就是相应的一个司法机关内部系统里面 做着工作 所以这个案件有多少黑幕呢 很难说 从他的判决结果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是有很多不公在里面的 甚至这个案件造成了非常坏的社会影响 就是往后开始 很多人不敢在马路上扶老太太这样一个行为 然后呢 中国大陆还有一件很知名的案件 就是江戈案 就是有一个女生叫江戈 他在日本留学 那他在日本呢 有一个同学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他同学 江戈跟他同学都是女生 然后他的同学交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那个男朋友好像是有暴力倾向还是怎么样 跟他的同学经过吵架之后呢 就上门要对那个女生进行伤害 带了一把刀 然后呢 江戈就是挺身而出 把那个人拦在外面 让他的同学躲到屋子里去 很可怜的是 江戈被那个男生捅了多少刀之后 不治身亡 然后他在外面残叫的同时 躲在屋子里的他的同学 并没有开门 让他进来避难 或者是 及时采取一些措施 当然在这种 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可能有一些人会没有反应 反应不过来 当时的情况 是比较难 难以判断 这个女生到底是 有没有好心的 但是从后续的发展结果来说 还是让人很失望的 因为这个女生甚至有进行 对江戈妈妈的谩骂 说他的女儿死了活该 这样一些非常不好的留言 他就说 后续的事件 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但是他完全没有想过 他自己害死了他同学 害死了一个母亲的女儿 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 并且后续没有想做任何补救 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案件什么的 就是有人挺身而出 建议勇为 结果受害者 当事人事后完全消失 失踪了 那些建议勇为受伤者 在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的情况下 赔偿无门 然后法律也没办法解决 这样的情况 所以中国大陆真是因为有这些 像彭宇案啊 然后江戈案啊 这样的情况在里面 得到一个不太公正的结果之后 很多人真的是人心变凉了 在社会上看到不公的现象呢 也不会挺身而出 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呢 也不会上去热心助人 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 有听到过一些话 就是少管闲事 然后跟你没有关系的事 你走得远一点 不要去多参与 不要去围观这样子 但是反观台湾这边呢 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说 他们会上前阻止一些不良的现象 我相信这应该是事实 尤其是在这种不良的现象 是极少数的情况下 所以会有大部分的人赞同你 站出来支持这样一个行为 因为我这两天有带壮壮 去玩那个宝可梦的机台 那个游戏 然后大家真的是很遵守规则 轮流排在那里 每个人只玩一局 玩完之后再想玩 跑到后面再去排队 这样子 我相信如果有大陆有这样的机台 可能一个人会霸占很长时间 这样的现象可能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的 不能说全部都这样 但是我相信咨询方面肯定没有台湾这边好 而且反观台湾呢 我也查到一个叫做玻璃娃娃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得了一个罕见症状 就是他全身很容易受伤的那个症状的一个同学 在学校里被另外一位同学也相当于是帮助他的情况下出现了意外 就是两个人从楼梯上跌落 然后造成了这个玻璃娃娃的死亡 这件案件呢 也在社会上进行了很大的发酵 并且有经过一审二审三审 还有那个更改的审判结果 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 然后他的最终结果 我觉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就是判那个帮助他下楼的那个同学 完全没有赔偿 无责任 因为他是出于热心助人 所以不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判决 对学校是要求学校付出一定的补偿 因为学校在无障碍设施方面 这一块没有做到很完善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比较良性的结果 导致目前社会上这种建议勇为 或者是助人为乐的风气还是正向增长的 当然我后续有查资料 目前中国大陆也是近几年有推出 对于一个建议勇为者 法律上偏向于无责任的这样一些法规 等于是在助长社会这样一个良性的风气 我觉得这样一个现象是好的 包括就是我开头所说的 电影院偷拍的管制条例 虽然它的处罚并不严重 而且界限很模糊 但是怎么说 目前至少是有推出了这样一个条例 社会秩序是在慢慢发展的 但是我也希望它能尽快达到台湾这样一个水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